今天晚间封面故事 愿余命如失 医学研究显示 长辈一旦罹患了失智症之后 平均余命大概还剩下 七年左右的时间 这七年要如何让平均余命 是健康的 是自在的美如失割 是非常关键 医学研究告诉大家说 长辈一旦罹患失智症之后 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要尽量让他能为自己 多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如果他能够自己吃饭 就不要喂食 能够自己洗澡 就让他自己完成 因为长辈能为自己 做的事情越多 退化的速度就会越慢 从小到大就是被阿公 我们养大的 所以就很习惯的 以前他照顾我们 现在我们照顾他 阿公去北照 把你帮你玩一点 好 好 好 我要去 把照顾长辈这些话说得轻松 但三四年前才二十多岁的他 已经展开和其他同侪 不一样的人生 到家就要处一件事情 以前是觉得 很辛苦或是别人的家里 好像就不需要做这件事 可是我们家要 可是下妈妈又觉得说 其实 好像也是个毕竟的过程 就是反正家里的长辈都会老 阿公将近十年前确诊失智症 一路从轻度照顾到重度 每个阶段都有难关 在家中装上多台监视器 连上平板 有人一动就会发讯息 因为阿公现在不仅记忆受损 行动也逐渐缓慢 必须跟前跟后预防跌倒 而且连阿嬷今年也确诊失智 知道说这个病状 它之后的走向 或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会更加照顾了 对 它这样子 也不知道会有人持续多久 想到有天要面对 他们的生命尽头 不舍油然而生 但过程难免疲惫 甚至想放弃 到底这条照护之路有多长 国内医师和学者 第一次针对全台阿兹海默症患者 进行余命分析 研究5200多位轻到中度病患 发现存活中位数是7.69年 有三分之二人可以活超过五年 活超过十年还有三分之一 不过年轻型的 40岁到64岁的 他可以活到13、4年 可是你如果是到80岁以后 你大概就只剩下 4到6年的一个平均余命 这数字和国际相比其实差不多 国际间各国抓平均值 确诊阿兹海默症后的存活余命 也是大约7年 我们可能赢医疗比较落后的国家 因为我们医疗比较好 我们不幸的也会比先进国家可能还长 因为我们最后卧床时间比较长 意思是并非存活余命长就是好事 以台湾临床来看 余命中有长达一半时间可能都卧病在床 因此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前期 有治理能力的阶段拉长 缩短卧床时间 很多在一开始确诊了之后 就会想说我要帮他 那个心情是出于爱 但是就会过度去帮助他 而以至于废掉他的武功了 好 我觉得这一点呢 其实大概恐怕一半以上的家属优 国外他们把大部分的职业会放在 如何让自己 国民自己 照顾自己的健康 生病是自己的事情 那我们是 长照的钱越来越多 长照如果说照顾得越好 那些人活越久 后面是不是花越长的钱 他卧床时间是不是延长 那个是不对的 随着失智症盛行 或许该换个角度思考 希望家人活久一点 还是病痛的时间少一点 照顾不容易 时时要看着 要善后 当还有能力的时候 让他们多做多动 失智不可逆 但有机会延缓 大爱新闻 林一婷李健宽谢启全 台北报导